身为医师 经常有很多人问说 要如何远离病毒 保护自己 同时也守护家人呢 除了勤洗手戴口罩之外 其实正确洗衣服 也是一门学问哦 刚才影片中 妈妈回家后 马上帮小朋友换下脏衣服 小小的一个动作 却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 因为外出的衣物 容易有细菌病毒的残留 建议大家回家后 都要尽快更换衣服 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免 把细菌带回家 那大家肯定也很好奇 到底要怎么洗衣服 才算是真正洗干净呢 关键就在于洗衣精的选择哦 大家在选择洗衣精的时候 可以留意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点 经由实验证实99%杀菌力 在抗菌消毒成为日常的 后疫情时代 选择经由实验证实 有高效杀菌效果的洗衣精 让大人小孩都穿上防护力 第二点 避免使用荧光增白剂 与肌肤直接接触的衣物 选用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洗衣精 才不会伤害衣料 以及刺激皮肤 预防过敏 穿得更安心 第三点 使用食用级小苏打 妈妈也可以留意成分是否含有泡沫适中 好冲洗不残留的食用级小苏打 彻底洗净深层污垢 同时体贴佳人肌肤 第四点 可有效去除异臭味及防霉 下雨天 衣服很难晒干 而且有时候因为空间的关系 必须把衣服晾在室内 容易会有霉味或臭味 选择可以有效消除异味防霉的洗衣精 让衣服像晒过太阳一样的好闻 最后建议妈妈在挑选洗衣精的时候 可以选择值得信赖的家庭清洁品牌 清洁力更能得到保障 不仅保持衣物 衣服洁白亮彩也能轻松减轻妈妈们的洗衣困扰 一举束的可靠的洗衣好伙伴 让衣服持续抗菌 维持气味清新 生活更加安心 我觉得白博士一言消臭抗菌浓缩洗衣精非常好用 它是本土大厂所研发的 品质有保障 而且白博士是许多妈妈的家世好帮手 所以对于白博士一言的洗净力与抗菌力 我超放心 像是孩子吃东西 时常不小心弄脏衣服 都可以洗得很干净 衣服也不容易泛黄 而且它含有小苏打成分 使用起来更安心 晒干还有阳光清香 非常舒服 这是我用过最满意的洗衣精 吃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